大家好,本期我们介绍的是一台二手的TEC DPU3000系列试播器 首先,第一步对它进行外观检测 是一台九层新的DPU3014试播器 没有损伤也没有发痕 第二步,我们对它进行功能指标还有各部分按键旋钮的检测 首先,它的开机自检已经通过了 我们可以在它的菜单里面对它进行自检和校转 运行自检 它自检结束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自检结果的显示 表明各部分已经硬件自检通过了 接下来对它进行一个开机30分钟之后的自调整 现在显示自调整的通过 我们对它的各部分旋钮按键进行一个检测 通过对它的旋钮和按键检测 它的按键之间没有串件 也没有出现按下去没有反应的情况 下一步检测它的通信接口 首先检测它的一个网口 现在已经自动获取到它的一个IP地址 然后是USB通信检测 接着使用我们专用的试播器自动计量系统 对它进行功能指标的检测 我们主要检测的是它的一个出入电阻 平台带宽,还有一个直流增益准确度 所以这台仪器的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如果大家还需要其他型号的仪器仪表 可以放心选购 了解更多点击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